畫面中一名女童 提著早餐正準備要回家 沒想到一台機車尾隨她 繞進巷子裡 男子先是擋住女童去路 女童不以為一閃避騎士 往旁邊走 沒想到就在下一秒 男子竟然伸出左手襲胸 登場後還不慌不忙 騎車逃逸 行為實在可惡 而女童被突如其來的舉動 嚇了好一大跳 回家後向家人哭訴 家人氣得報警 警方立刻成立專案小組 訂閱監視器比對 在屏東移動大樓外埋伏抓人 來 不好意思 我們承認所 警察 沒關係 你先下車 警察我看看 好 你先下車 沒關係 沒關係 順利等到這名二郎 騎車外出立刻將他逮住 男子一開始還不斷裝傻 否認犯刑 你怎麼等我跟他講 把男子抓到路邊比對政見 還給男子看當時犧牲影片 才讓男子無法狡辯坦承犯刑 我沒有給人摸 你手腳在摸這個 習慣性 竟然還大言不禪說 習慣性才會犧牲 也讓遠景聽不下去相當氣憤 隨即把他抓到派出所 診所的清查大概有五件 他承認五件 就是尾隨那個烙丹的女子 跟那個學生 然後司機就是從犧牲 也有摸屁股的這樣子 須了解這名犧牲狼 離婚後自己獨居在外 從四月份開始犯案 專門挑落單的國中小女生下手 一路尾隨趁機襲胸摸屯 好在警方迅速逮人 沒讓這大惡狼逍遙法外 記者張春華屏東報導